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睇即时攻略体体中 讲股市现在的表现先 内地股市各别发展 上证指数跌5点3276点 深证城指升38点 指护心300指数升5点 仓业板指数升1点 港股方面跌164点 报近27686点 国企指数跌144点 报近10935点 身边嘉宾请来Arnold跟我们 跟进一下焦点的股份消息 Arnold 你好 Hi Tracy 看回今天下午的时间 Lunch Hour Hutron在休市期间公布了业绩 公布了业绩之后 股价飙升8% 暂时来说升幅收窄升6% 去到74.5毫半 和你看看它的业绩 公司的业绩来说 其实去到6月底为止 中期业绩 半年录得基础盈利是72.71亿 升22% 中期息是每股派六毫四先 同时它是以实物方式 是分派有线宽频 股份编号1097的股份作为特别息 即每次有100股的九仓股份 是获派48.94股左右的有线股份 如果以这个比例去计算的话 以昨日有线收市价3毫半指计算 相当于每股特别息是1毫七先 刚才跟你说它的业绩 业绩方面 你觉得昂然升了2剩2% 是否都是预料之内 还是你觉得 今次焦点都落到牌式方面的安排呢 其实在九仓业绩出来后 股价抽升甚至升到6-7% 主要原因是有3个 但当中最大的量点 都是它们分拆香港的物业业务上 特别对于它们旗下将海港城 时代广场分拆 亦都公布了数字 在整体的估值上 旗下的商场有2300亿 主要都是这个原因 去带动股价上升 大行一直以来看好九仓 都是觉得衷敬它们分拆旗下的商场 而最终消息出来后 公司亦都宣布计划去分拆这些相关的业务 这个是刺激股价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但当然利好那一方面 分拆业务是最主要原因 其次会是在业务上 看到核心盈利案 仍然有成两成的增长 这个数字都是令人鼓舞的 始终见到旗下 无论是海港城 时代广场 或者荷里汇广场 一些主要的商场上面 整体表现都比市场预期好 都是令到股价 或者在公司的业绩上面 比较稳健 看到它们无论是派息状况等等 仍然持续向好 这些因素都是支持股价做好的 最后你就说 有线派息的一方面 其实固然是一件好事 派得特别适 但是你始终留意有两个隐忧 第一方面就是 每股的九仓股份 其实你会持有半股的有线宽频 而以有线宽频 现在的三号几次 整体而言 这些位置去计算 其实派的股息 大约是1.4仙的水平 对于现在的九仓股价 这次的特别息可能是0.2厘左右 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甚至市场会担心 收到有线宽频的股息之后 如果你想涂映 会否价格比现阶段更加低 有风险因所动 所以说的是九仓 派出有线宽频的实物股份出来 我相信市场未必是因为这个因素 而觉得很大的惊喜 但另外那两个 无论是业务方面 或者是分拆方面 的确对股价来说 相信会带留一定的支持作用 好明白 Arnold也说 市场今天去买九仓 放了一个焦点在另一个形式 因为他准备申请 以介绍形式分拆旗下 九仓置业地产投资 在主板挂牌 建议已经获交所那边批准 旗下由海港城 大家都知道 时代广场 荷里汇广场卡佛大厦 惠德峰大厦 和Demiray等六项的投资物业 所组成的一个组合 总值都已经超过2300亿 每年的营业额是超过130亿 并且是持有了海港企业 七成二的股权 似乎分拆出来那间公司上市的话 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在 而且是大家投资九仓的一个主要因素 你觉不觉如果分拆出来 可能投资者已经转移过 市场去到另一个业务 未必再去买的四号九仓 的确分拆了之后 始终会看回九仓方面 这方面的投资物业的业务上 始终你说九仓一直是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海港城 时代广场这些知名广场 甚至说现阶段 你又看回业绩上面 其实说一些不是核心地段上 像是荷里活广场 他们的业务表现上更加强劲 主要原因始终说 这些不是传统的旅游区地段上面的商场 不是太受内地客 或者整体零售市场的影响上面 亦都说这些可能不是相对低端的市场上面 反而是有一个抗跌力在 所以股值一定不低 但来说分拆这个因素 其实对于九仓股价最大的吸引力 其实上半年开始 都一直很多大行都说 一早预示了会有这个新闻出来 亦都说预料他们会将这些物业分拆出来 今次公布完业绩之后 为何股价能够再进一步抽升 最主要始终都是留意分拆的价格上面 说到估值上面 整体这几个商场 整体的估值是2300亿港元 但你会留意就是说 其实九仓即使股价现阶段再进一步上升 公司现阶段总市值 都是2200亿左右 仍然在2300亿以下 所以说今次分拆业务 最大的帮助 最大的利好因素 就是释放旗下的商场 真正价值 所以我相信一日未完成这个分拆业务 其实九仓旗下的股价 短期后市的走势上面 一定不会说太过差 始终现阶段由于分拆未来的股值上面 都有2300亿 说现阶段公司的股价 仍然对NAV有所折扬来说 当然会有一定的抗跌力 在未来来说 分拆完之后 但是九仓 是不是4号完全没有一个投资价值 始终留意分拆完之后 有些物流的业务 受惠经济复苏 另外一些物业发展方面 房地产业务上面 我相信整体表现都未必说会太过差 所以特别看到他们在内地的业务上面 在今次的业绩上面 也看到表现相对的仍然是比较稳健 所以我觉得对于4号 九仓后市的看法上面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对于太厉害 明白 我刚才也提到 其实分拆出来那边 就已经值2300多亿 现在市值 就算股价升了6% 都是210多亿 这样的价值 你觉得股价是否在分拆之前 还可以炒股 起码是否上到100元 其实210多亿 是今天的股价未升6%之前的数字 现阶段都差不多226亿 这些水平 2260亿 这些水平 我想你可以看到 如果未来怎么看 其实股价真的会下跌到70元 那些位置的机会不大 但是你会不会再有条件 再进一步上升 其实仍然会有保留 因为之前提及到 虽然释放到价值 但是要留意 就是今次分拆业务这件事 都说了差不多半年了 现阶段最终的消息 的确仍然会有个震惊 或者有个惊喜 但是我相信升到这些价位 其实应该就已经反映到七七八八 因为你在说 其实今次中期业绩的业务上 现阶段旧仓 如果整体所有资产交买 整体每股资产正值有3000多亿元 但是留意 未来如果分拆完所有的 可能是海港城这些 投资商场的业务上市之后 正如的业务 包括香港的地产业务 地产发展方面 普遍来说股价对NAV 都会有所折扬 另一方面 就是一些内地的业务上 虽然比较稳健 但是如果你看一些房地产信托 或者房地产商场的业务上 股价对NAV折扬的幅度 其实是非常之大 所以未来来说 其实我觉得 九仓这件消息出到来之后 股价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就可能已经未必太大 所以我觉得 即使基本因素良好也好 未必建议投资者这些位置去买 甚至说 我觉得如果你要去考虑这只股份 不妨等着特别息过了之后 才去考虑去买 始终我觉得 现阶段如果你要去买 未来随整这个因素 而导致要持有线宽份 这些股份 我就未必太过建议 所以短期来说 可以先补回观望态度 但是有货投资者 有条件 可以继续向上望 从图表走势上看 我觉得股价 短期来说 再跌穿72元这些机会 真的不是太过大 只要不穿72元 可以继续向上望 但是正如之前所说 由于现阶段的股值上面 都去到差不多 我觉得反映到七七八八 所以我觉得股价如果能够 升到76元 78元这些位置 我都会建议投资者 开始考虑在这些水平的时候去减赤 好 明白 和大家轻轻看看 九仓是股份 今天的表现 九仓自己4号 升跨近7% 现在在做74.7% 至于有线宽频 派发特别股息的公司 跌近3%至3.4% 惠德峰升超过4% 62.65 至于海港企业 51号 跨近15.2 在偏远 今早是破顶15.4% 多谢阿努詳将来分析 刚才我们提到股份称民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好 稍后再会解答一下 家庭观众的股票问题 我们稍后再见 大家好 回到来有问必答的华文字 身边嘉宾多谢阿努 跟我们解答一下 家庭观众的股票问题 阿努你好 你好 我们先听听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梁太太在电话旁边 是 那时是大美地之前人 我这一期就想问过1038 入得我面 所以现在 我说明白 知道 先看看1038的长江基建 现在我股价偏远71.4% 但都见到它之前 也有很多交易 先后跟电能 之后又跟了一场地产 合作去可以收购 但是股价 其实都见到 有个trend向下 已经穿了10天线 会否回落这些水平 是可以吸引 去吸引 去吸引 我觉得回多一点 可以去考虑 但是这些位置 都未必建议去买 始终又刚出了业绩 我觉得短期来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可以令到长江基建 再有炒作 未必那么容易见到 而且股价是出业绩 那段时间的时候 之前已经有个提早炒作的 即将在这里都升了不少 这些位置 我觉得可以等它调整 接近20天线之考虑 从图表走势上面 看回 由于股价都开始 慢慢跌离10天线 大概是72.4% 这些支持位 其实后市 如果上不回10天线 楼上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继续调整 我会建议 如果要买的话 在70.5% 这些位置 才考虑去买 70.5%左右这些水平买 对了 以大约是上升烈口的顶部 大约是68元 做一个止泄位 5,068元 可以中长线 继续炸炸 至于目标 我觉得最好报到中长线 持有心态 暂时我会建议在78元这些位置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帮到你呢 2,300元 可以吗 2,300元 可以吗 好 好 好 平保未有货 今天股价跌幅1% 跌幅到58.75元 之前已经穿过60元 这些心理关口 阿罗 看见都回了一点 建不建议家庭管理良太去吸纳呢 平保 其实我觉得 都可以考虑这些位置去买 但是 就不需要太过心急 始终说 A股暂时看到 势头仍然是比较反复一点 今天内地出的一些经济数据上面 看到内地CPI的升幅 都没有预期中那么好 我相信短期来说 A股的走势 都可能会相对地 仍然是比较满局的 但是我觉得最终 如果你看回整个八月份 后市来说 我们的股市突破的机会 仍然是相对比较大 A股只要能够做好一点点 一中的内险股 都仍然有机会炒作 而且平保出业绩 都仍然还有一段时间在 所以我觉得 可以再等多一两天 猴低多一点才去买平保 如果从图表走势上面看 暂时看到平保是下市 10天线 即跌穿59元这些支持位 我觉得有机会落到58元这些水平 所以如果去买 我建议在58元这些位置才去吸纳 就移回50天线 大约是55元做一个止洩位 不穿55元基本上可以继续向上网 暂时平保 我会建议到65元这些位置 明白 有没有其他问题 梁太太 有 谢谢 多谢你的查询 我们加答一下电邮的问题 家庭观众 姓李这位家庭观众 都比较多的股票问题 他想问14200答案 很可惜 家庭观众 我们解答不了你关于要材的查询 因为我们自己是 可能有些存在利益冲突 自己公司当然会 不可以说得太差 另外我们就看看其他的股票问题 123想问什么价位可以沽出 他就没有说到自己持有的价位 我们看看123的股价 现在是142跌幅是超过1% 他还有其他的股份问题 我们先回答123 你建议他什么价位可以获利利场 或者是要止蚀 月秀地产 我觉得其实后市股价表现 应该都不会太差 始终说这些小小小的内放股 很多时股价对NAV来说 有个折扬 包括月秀地产在内 其实现阶段股价对NAV 借样的幅度 仍然是相对地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个因素支持下 股价在后市来说 我又觉得 不会有个很深的调整幅度 始终说公司的每股支撑正值 有差不多接近两个四两个半人民币 即使在业绩上面看到 可能有个收窄的迹象也好 我相信整体而言 差价仍然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股价对NAV借样的幅度 仍然是大 所以股价不会有个很深的调整 但是你看回走势上面 近期是有些转弱的迹象在 我觉得暂时会建议 以一个3号8做止涉位 不穿一个3号8 都可以继续向上望 股价 我觉得后市仍然有机会 看看一个半这些水平 会建议去到一个半这些位置 才开始去股出获来 好啊明白 另一只股份是17号 17号也是有货 但是同样下一次 希望嘉宁观众可以告诉我们 你的卖入价是怎样 你知道你在捱 还是有利润才可以给到好一点 即是建议你 17号又是想问 沽出价位应该放在哪裏? 新世界发展现在报价10.44 本地地产股的看法 不是看得那么乐观 但是我觉得部署策略上 都未必建议这些位置去沽 始终短期后市来说 香港加息的机会率是不高的 但是近期见到一些负面因素 包括港汇持续转弱 大家开始会担心 如果港汇跌到7.85 会不会真的香港 代表一个加息的情况 大家是担心有这个风险因素 但是预料即使港汇转弱也好 其实你说是否真的 有急剧加息的情况发生 我觉得机会真的不大 所以说一众的本地地产股 都暂时不会预料 有一个很深的调整幅度 但是要再进一步上升 要跟随着大市破顶 就未必那么容易 所以部署策略上 暂时会建议 严守大约10.1这些位置 做止涉位的 如果不穿10.1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可以继续持续持续 但是如果股价在后市 有机会上到10.8这些位置 在这些水平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担持 好啊 还有一个就是815 815它都有货 中国白银集团 1.6号1 今天是一个月的高位 1.6号3 这只股份又应该怎么部署呢 见到这只中国白银集团 其实近期来说是有些炒作 公司发过营气 其实很多资源股 有色金属 在受惠着环球市场回暖 这些相关的因素 很多的产品价格上升 业务也有所改善 所以股价近期来说 是有些炒作 但正如公司名字所说 其实白银业务上面 看白银价格 其实现家段走势上面 都是属于有色金属当中 升幅比较少的其中一样 所以我后市都不会过分地乐观 如果从图表走势上面看 暂时可以继续向上望 但预料到1.6毫半这些位置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会建议在这些水平的时候 考虑去减设 这些位置暂时会建议 验守1.54做一个置设位 好的 我们来看看另一位家庭观众的问题 家庭观众Mimi 想问一下689 这只股份是否一只好的股份 长期持有 长期持有的年期是三年左右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只股份的前景 其实是长期持有一定不建议 因为公司过去十年来说 经常有些公股、拆股、分拆 一拆势、一拆几等相关的动作 这些动作可能牵涉着一些财技等等 如果你是论基本因素 公司业务上面看不到 有些石油嵌探上面 都不是一些很长远看好的基本因素上面 所以这只股份 不要说中长线持有 短期后四来说 能不能出现炒作 我也有所保留 始终是现阶段市场炒的 都是炒一些大型的 受惠经济环球、经济复苏 这些相关因素的股份 这些小价股 反而我都觉得 仍然是没有炒作空间 好,明白 转体看家庭观众 Wilson Lee 的电邮 他想问2628 24.5元买了 可否中线持有上网多少呢? 人秀的股价暂时来说 都相对比较差 其实今天见到一众中资金融股 整体的势头都相对比较弱 第一方面就是说A股 仍然是表现比较反复 第二方面就是始终说中资金融股 其实好看回内地是否有通缩的风险 或者有通胀的压力 而说今天公布7月份的CPI升幅 的确比预期中小一点 所以你在反映什么呢? 内地是完全没有摆脱通缩的风险 所以仍然有一些隐忧在影响这些中资金融股 始终如果仍然有通缩的风险 仍然未见到一个通胀的压力 内地始终不会仍然能够加息 所以在美国仍然是持续加息的情况下 可能仍然会继续导致资金流走的迹象在 所以在现阶段 在一些经济数据上 是在影响中资金融股 但是不需要看得太淡 因为你们看近期人民币的走势 反而有个转强的迹象在 所以我觉得可以不妨观察多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即使你看看角兽的途比走势 股价走势的确是相对比较差的 现在跌到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 股价今天也穿了50天线 最关键的位置就是看会不会跌穿7月份的低位 大概是24.5这些支持位 如果穿了24.5 股价甚至有机会再落到24元以下 可能是23.6这些位置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24.5这些水平买 不妨继续中长线插住 我觉得现阶段了 如果要设置止蚀位 可以用23元做止蚀位 不穿23元继续中长线插住 角兽后市来说 我觉得仍然有条件破订 可以看回到28元这些位置 刚刚我们解答最后一个股票问题 关于联想 992的查询 他都没有说到自己的买入减 想问一下联想应该在什么价位出货 现在是4.8毫本 今天股价是靠云 怎样看它的前景 联想如果要去买 就真的不建议 虽然看到股价走势比较闷 但始终在说这间公司 我觉得暂时来说 亦都是在市场 在港股当中 是属于一些比较欠缺炒作焦点的股份 基本因素未必较大过差 大家都在等待 替他们手机业务等等 会否有机会有改善 之前收购的业务 可否为公司带来一个盈利增长 但这方面的看法是比较中性的 所以不排除股价 在未见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 维持一个上落代变的格局 但大家看看 如果论过去的时候 股价都徘徊在4.6至5.4 横行了一点比较长的时间 一日在这个横行区间 仍然未见到任何方向 而另一方面 暂时来说是一个下角三角形态 如果股价再穿买4.7.5 担心又会有机会试回4.6 所以在部主策略上 买就一定不建议 如果这些位置有货 会建议严守4.7.5 这些位置做一个止洩位 不穿4.7.5 可以看看它有没有机会 突破这些下降的位置 如果能够突破了 我觉得后市也有机会 可以抠回它到升到5.4 这些位置才考虑估出离场 好,明白了 都是阿努场中的分析 刚才我们说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都没有持有的 好,待会稍后再回到其他的席货 是的,是吗? 好,那我们来看看 感谢观看